差不多这个时间点了 要召开二次党团协商 主要是因为上个星期五 15号的时候 韩国瑜主持总执询的时候 遭到这个民党的立委之一 没收执询权 民党他们自己迟到 就被过号了 那18号召集了三党团协商 但没有结论嘛 所以在今天下午三点半 要召开第二次党团协商 结果黄国昌就很纳闷啊 老实说 这件事情不是已经过了吗 院长跟秘书长 按照议事规则进行 民进党团到底在纠结什么 不过基于对院长的尊重 还是会出席表达上述看法 也是啊 当时有没有 315发生了这个 总执询事件之后 结果应该是上上星期五 结果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 当时喊的最大声的 七位民进党委员 结果你爱执询 结果给的都是书面执询啊 所以现在还在吵执询权 还真的是不知道 在吵什么 是好意思在继续吵 真的是可以了吧 所以馆长陈志涵也看不下去了 他说韩国瑜声量居高不下 好感度也在五成以上 现在看到民进党 没什么好话跟他们讲 韩国瑜没什么可以骂的 是民进党故意找茬 绿色巨鹰 自己迟到还说别人 没收执行权 你们到底还要乱多久 丁哥 其实如果我是韩国瑜 我根本协商不给人家协商 真的没什么好协商的 你们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 你们根本没有打算要质询 对啊 10千都给你了 然后结果 那个林璇在讲我心生恐惧 我都不知道你心生什么恐惧 你去质询台 质询官员又不是韩国瑜 跟韩国瑜有什么关系 他们就是硬拗在找理由嘛 那现在又重新又要来协商 我是不太明白 韩国瑜为什么还要愿意跟他们协商 我是韩国瑜 我就告诉他已经没什么好协商了 那但是韩国瑜可能人比我好吧 人比较nice 就是好好再给你一个机会 听听看你们到底要讲什么 但是我跟大家讲 今天下午三点半 一定又是在那边跪大墙 你也不会有结论 我觉得不会有什么结论 因为他们现在就是想要凹到瘾而已嘛 民进党做事情下来就是这样 就是什么东西 我明明就是输了 但是我要跟你硬拗 想把他拗到至少 让我的支持者认为我赢了 所以他要拗到恢复执行权 他们现在就是想拗到最起码就是 有一个让他们能够下台阶的说法 好像是韩国瑜有点认错 这样的味道 他们要的目的就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恐怕很难了啦 因为韩国瑜也不会傻到 去跟他们认错 也不会说让你恢复执行 因为你恢复他执行权也等于是认错 不是 而且舆论都在韩国瑜这边 是啊 所以我是觉得今天下午 真的没什么好协商 那对民进党来讲 其实他们也根本也没打算要咨询 第一个刚主持人也讲了 礼拜五的时候跟你咨询 你也没打算要咨询 那第二个 你以为他们真的能够咨询什么 他们上去也只是护航而已啊 你相不相信 现在他们如果上去问电价 大概又在那边讲说 啊这个我们这个涨幅一定不是很大 对不对 那个影响到行业一定不是很多 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王美花或是台电人就出来讲说 啊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只是小范围内 大概对这些大企业影响比较大 那对一般民众不会有什么影响 700度以下涨幅非常低 大概就讲这些屁话 就他们出来质询也只是坐桥而已啦 就是这样很单纯嘛 因为他们也不敢真的问什么 有啦里头有一两个敢问 比如说像林淑芬这种可能敢问啊 对啊王世坚可能会问一些啦 那其他都不太敢问啊 所以上去根本也是浪费时间啊 就看两个人在那边演猴戏给你看啊 这有什么意义呢 那问题是 如果你真的让他们去直悬 他们到时候大家都在瞩目的时候 他们就演这部戏给你看 那会让他们自己失分啊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不断的鬼打墙给你回旋 就是一部啊都是你韩国瑜害的 都是你韩国瑜炒包 都是你韩国瑜害的我 你不懂意思规则 可是现在他们一个一个讲的都破功啊 我前天听到最妙的就是 连他们说赖清德要到立法院来备巡 要几问几答 然后结果老柯说这个违宪 他们现在什么都违宪啊 然后结果人家就问柯建民说 那你当初对马英九 你也是要求几问几答 就柯建民说 那是当时为了政治工法 他直接告诉你 他直接告诉我当初就是唬烂的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那你遇到这种完全不要脸的 你有什么办法 他现在已经摆了名告诉你啊 怎么样我就是说谎不行啊 我就跟你乱鬼扯不行啊 就是他可以你不行嘛 他告诉你就是这件事情嘛 所以我认为韩国瑜好啦 今天就算最后一次给他们面子 就跟他们胡扯一下 但是扯完 第一个韩国瑜不要做任何让步 第二个呢 以后不要再跟他们协商 至少就这件事情不要再协商 没什么好协商的嘛 你们当初是你们自己 辞到放弃的权益 韩国瑜完全按照议事规则走 那实际上礼拜五在 你们有机会质询 你也不想质询 你还是用书面 实际上就算有上台 也是胡说八道一堆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不用啦 你们的质询权根本不需要去给你们 反而是民进党这些立委 你要去想想看 你对得起纳税人吗 你们拿着人家的钱 就专门做这件狗屁倒召的事情 不要再浪费大家的时间 上个星期五 改书面咨询的民进党立委 有哪七位 我再大家温故知心一下 再复习一下 其实这个强哥 罗志强呢 有po出来 包括了像是 黄杰啦 郭国文啦 赖惠元 林楚英 这些呢 其实总共一共七位 都是改书面咨询 还有包括王世坚也是 杨耀也是啦 这个光美惠也是书面 好 这民进党总共七位 好 那其中一位包括黄杰 黄杰就说啊 书面也是直询的一种 这句话林楚英也讲一模一样的话 那黄杰说不是每个人都像罗志强一样 为了拍抖音需要有这个画面 罗志强坐在大院自拍 在一场休息时间拍照 根本是为了耍宝作秀 好 那是谁耍宝谁作秀呢 我们看到了这个 包括是强哥也好 或者是这个 前国民党青年部部主任陈冠安 他就把这些 两个人比一比嘛好不好 就是从委员质询 会议发言 法律提案等等 黄杰和罗志强来比一下 呃 委员质询的部分呢 强哥是正在拼质询场 好不好 14次 黄杰一次 会议发言强哥28次 黄杰5次 法律提案强哥129案 黄杰122案 临时提案3比0 当然强哥是3 国事论坛5比0 强哥是5 委员影音33比7 好 这个就 黄杰意识成绩6项全书 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6项问证指标数据 所以黄杰还有脸讲就是了 黄杰从2018年当高雄市议员 到现在2024年 那请各位朋友自己梦心自问 他有执行过哪一个案子 让大家印象很深刻 没有 一件都没有 他在高雄市议会能够成名是因为他翻白眼 像韩国瑜翻白眼就只有这样 他有执行过什么说 这质地有深 这个真的 问得市长哑口无言 卫生局长不敢讲话 没有 我们长期跑民意机关 我们这样的记者我们都是 我们都是看这些看你 看你准备资料够不够 那能不能就讲出来对老百姓非常有帮助 这个才是我们需要的 那他这次在立法院他的版面是跟随 要跟徐晓星来那个让大家看到 那当然互不相让 他就这样 他有没有怎么执行 没有 各位朋友可能不晓得说 书便执行跟口头执行有什么不同 口头执行就是我逗逗逼人 让你一来一往来回复嘛 那你答案的里面 我又抓到一个把柄 我说你看嘛 你刚刚讲的就臭了吗 然后我在哪一个东西来将你 这样就有来回有那种辩论的那个嘛 那什么叫书便执行 书便执行就回办公室 跟那八个助理讲 今天轮到你 你写一篇 好 我助理写一写 写一写执行 然后就丢出去 不必 等于说我放过行政院长 你知道立法院的书便执行 都是助理在写 那一个立委 一年只有两次可以执行行政院长 这机会每个人都要把握 那民进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但是他们都有约束性 民进党执政以后 因为每个人一个会期可以有30分钟 民进党就把它切成两半 就是可以执行两个议题各15分钟 那民进党都是各 他们真有执行都是只执行那15分钟 就是说放水放自己的 党籍的行政院长 简单讲就这里 那现在这些放水的更厉害就是说 我用书便执行 我不执行了 给你一个书便 就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叫做放水 但是因为政党政治 有时候老实讲你也会同情 就同情 尤其你那些不温区立委 是党给你的不温区立委 你来对自己的党籍院长这样逗逗逼人 那你的支持者看得也会很气啊 你应该来帮我们做政策辩误 怎么来打我们的院长 会有这样 可是黄杰他是七一立委 他有高雄市的民意 那大家投他的话 当然希望政府在 尤其行政院 对高雄有更多的照顾 或有其他的一些措施 对不对 这本来就是嘛 那现在黄杰他现在抓到什么 抓到可以跟志强来斗一斗 斗嘴他可以上版面啊 就像柯文哲 也是要蹭声量啦 蹭声量嘛 他在蹭声量啊 那因为你知道国民党有很多 比较新科立委 比较年轻的立委 他们最近都自己弄那个网站嘛 然后跟他们有一些粉丝互动 我们做了来的事情 其实这个都是有声量 你久了以后 那大家就觉得说你有在做事 甚至他自己在执行的时候 都是现场直播 所以到那个感觉上就很亲切 觉得说这个质地有深 而且是活生生的对不对 那黄杰他们这些比较懒斗了 太明显了啦 就太明显 比如说你刚念的那些名单 郭国文跟林楚音是带头 去韩国医办公室抗议的 说还我执行前 那人家 人家轮到上个礼拜五轮到你执行 你为什么不去改成书面 你不是那么喜欢讲话吗 口头执行跟书面执行 我刚解释大家知道不一样了嘛 那你应该借机 这口头执行我要问行政院长 千载来逢机会嘛 结果没有 所以表示你们就是要针对韩国医来那个 那大家也知道 当然你去趁韩国医可能有声量 那趁了以后有没有道理 其实是没有道理 所以民进党这些 我们从蔡英文当总统以来 民进党在立法院没有什么表现 就是护航 那现在在赖清德还没上任 可是立法院已经变成在野党 购办数的立法院 民进党现在又要维持护航 没有像过去那么有利 所以他们就只能去 监督在野党的立委 立委在监督立委 立委是行政院像立法院负责 立委一定是监督行政院 他们在监督在野党立委 监督韩国医 那这个就变成是笑话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觉得说没关系 我只要打韩国医 修理罗志强 我就有网路的声量 那我的支持者就觉得很爽 那大家就各自去评断嘛 就这些人到底为国家做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叫做薪水小偷 就是来领薪水 没有做到监督正如 你的工作就是监督正如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汉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益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